法国反退休金改革抗议周四进入了第12轮 因为今天14号 宪法委员会将针对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强推的改革法案 裁定是否违宪 全法一共有38万人上街示威 而工会更率队进入了金品LVMH集团 位在巴黎的总部 要政府改向一弯富翁克税 而不只是市井小民退休年龄 从62岁延后到64岁 来抢救未来可能破产的退休金制度 警车鸣笛声伴随示威者高喊口号 上百名法国工会成员手持旗帜和火炬 闯入全球最大金品龙头LVMH集团 位于巴黎的总部 直呼法国政府应搁置延长退休年龄计划 改向富人征税 他们找出选择为资金管制制度 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旗下拥有LV、Dio、Tiffany等高奢品牌的LVMH 总部就在巴黎最贵路段第八区的蒙田大道上 他的执行长就是全球首富阿尔诺 经常成为法国抗议活动攻击的目标 百亿后需求反弹之次 今年以来LVMH股价已经上涨近26% 巩固他欧洲最有价值企业的地位 更让在新法案下 必须在工作两年到64岁 才能领退休金的法国市井小名不满 在宪法委员会裁决出炉前夕 法国各地发动自1月中以来第12波抗议 全法有38万人参与 其中巴黎4万2千人上阶示威 尽管规模小于4月6号的全国57万人 但铁路工人齐聚巴黎里昂车站 在地铁站内高唱反年改口号 部分车班也被取消 其他包括炼油厂工人 垃圾轻运员和教师 也加入罢工行列向政府施压 不过一整天大致和平的示威抗议 最终还是演变成警员冲突 身穿黑衣的抗议人士 在巴黎市中心朝远景丢置弹丸 警方立刻回忆催泪瓦斯 从巴黎市政厅到巴士底广场 烟雾弥漫 巴黎警方一共逮捕47人 至少10名远警受伤 14号法国县政委员会将裁定 总统马克宏强行通过的退休金改革法案 是否合线 一旦开绿灯 法国政府最快15天内就可颁布法律 年底前上路 本周马克宏出访荷兰 国内年改抗议如影随形 但马克宏政府坚持不想退休金制度破产 就需要新法 马克宏也要工会在裁决出炉后会谈 但遭工会领袖 屈之以鼻 现在县政委员会外 警方严正以待 从周四晚间到周六早上 禁止周边集会 就怕这关键的裁决将会引爆新一波冲突 一旦宪政委员会认定改革案违宪 可以否决法案 但外界多认为这种几率不高 宪政专家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比较有可能的是批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但否决部分预算案措施 反对派计划接下来要推公投 不过需要近五百万人连数 工会则表示除非撤回年改案 否则会持续抗争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